小程 怎么跑这儿来了 啊 姥姥 这家房子已经空了 他们家最后一位老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去世了 估计也不会再有人回来了吧 是吗 好了 板珠好了 就等你了 哎 姥姥 像豆豆这样的人 可能很难再遇到了 要是能再遇到 就好了 所以你别再缠着我了 她怎么会在这儿 玉云飞 你在这里干嘛 撸猫呢 是吗 你一直都在吗 没有 我原本打算和同学去商场看看 文化界表演穿的衣服 结果呀 就看到这小家伙了 你还真是很喜欢猫啊 是啊 以前村子里流浪猫特别多 啊 是吗 哦 对哦 玉云飞她不记得了 其实小时候我住在农村 有很多小野猫 但是妈妈猫猫过敏 我也不敢把小野猫带回家 只能每次从家里偷摸着拿点生菜生饭出去 那个时候 在我的认知中 猫咪和人一样 并不知道有些食物对猫咪来说 是毒药 是什么 牛奶 当时春天 有一整窝奶猫出生 但是猫妈妈却不见了 我还特地跑到镇子上 用零钱买了牛奶 结果 你也不用太自责 每个人都是在诸多的好坏经历中 逐渐成长的 至少 你是善良的 是吗 可是我心里头 总放不下 其实以前 我家里也养过一只哈士奇 哈士奇 对啊 名字叫咪咪 长得很好看 特别到人喜欢 当时刚抱过来的时候 还是幼崽 很萌很可爱 结果越长得越调皮 我父亲和母亲都不爱去管他 后来生的小狗 也全部被卖掉了 然后呢 被丢弃了 丢弃了 是不是很可笑啊 最可怕的是 问他们送去哪里了 没有人回答 所以啊 虽然你因为自己的懵懂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但比起一些大人们 善良多了 为什么叶云飞 提到家里人的时候 会露出这么冰冷的表情啊 难道 改变他真正的原因 并不是帖子上的恶意抹黑 而是原生家庭 在他离开村里 踏上父母接他回市区的旅程的那一刻 就不再是以前的痘痘了 我为什么要去探究他的变化呢 也许云飞 也许云飞 逗逗 从来没有变啊 滚城 喂 发什么单呢 啊 哥 你这是干嘛呀 我 我还以为有蚊子呢 是吗 那为什么 还抓着我的手不放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回过神来 哎 到底是哪家的姑娘 让你这么日思夜想 想到愣神啊 哎 没 没有啊 其实 我刚刚 在想你 想我 就是在想 你父母擅自把狗狗送走 你一定很难过吧 难过 当然难过啊 现在跟你这么讲 我的心都还痛痛呢 我的咪咪说美就没了 哎 跟我来 哥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啊 嗨 请你喝奶茶 这么突然的吗 不突然 再说 我本来就欠你的呀 因为十几年前 你在我难过的时候 哥哥 也是像这样 为什么全是珍珠 奶茶呢 我加了三块 都是你的 我看你很喜欢珍珠 就想着 再多放点 这样啊 怎么不喝啊 不喜欢吗 喜欢 我喜欢 怎么样 好喝吗 嗯 好喝 这喝奶茶的样子 嗯 对了 你不是要准备文化节的衣服吗 哦 这个啊 让别人安排了 反正我这人也没啥审美 帮不上什么忙 这样啊 那我还挺期待的 你文化节的表演 行啊 那我到时候 第一个给你看 那一言为定哦 来 啊 嘴巴微招 等等 你干嘛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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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红呀 不是 我一个大男人 摩什么口红啊 摩不摩 你看你 粉底都大了 不摩口红 多没气色呀 我觉得 我现在就挺好的呀 该咋整就咋整 你磨着啥呀 又不是天天让你磨 多简单一事啊 嗯 你谁呀 啊 是我呀 李奇呀 啊 嘿嘿嘿 就先乖乖让他给你磨吧 回头笑笑擦掉呀 这样啊 嗯 我去 他们是怎么回事啊 嘿你别说 我们这样回头就还挺高 说不定 我可能是个大帅低 你真的好好照顾镜子吗 明明是被偷笑了呀 还说要第一个去找云云飞 现在这样 绝对不能被他看到